駕駛開車經過路口目睹一名女騎士 被強風吹到重心不穩 整個人向前鋪倒臉部著地 駕駛趕緊迴轉上前幫忙 受到颱風外圍環流和東北風增強影響 苗栗這兩天風都很大 在竹南科學園區外 一整排機車都被吹倒 路上的行人也被吹得走路不穩 科學園區附近的高中更誇張 監視器拍下 學校內操場地面 被大風吹得整個掀開煙霧瀰漫 有學生經過當場傻眼 另外還有路樹倒塌 招牌掉落 各種災情不斷發生 許多網友上網抱怨 有人說比上次颱風更像颱風 也有人說這種風很危險 應該要放假 還有人直接說釋放強風架 上一次的颱風 還要炸那個風 風力非常的強 不只是苗栗 台中無期風也很大 銅綜合醫院附近有行人過馬路 被風吹得不斷倒退 要用跑的才能勉強通過 也有人被吹到不穩靠在柱子旁警衛趕緊上前攘扶 要上車時還要有藝人攘扶上車 藝人幫忙關車門 在宏光柯大附近天橋上遮陽的布木也疑似被風吹破 氣象署預估二十四號台中無期大安等地震風會最大達到十一級 當地民眾說沒想到颱風沒來 但刮出的風竟然還更大 我是新聞 五連楊宗穎 烏绍晶 SNG 台中表力報導